也许上一集为全美观众分析 美国经济体质依旧强健 不会有崩盘危机之外 聚焦美中贸易战 是不是会在三月份的时候正式开打呢 东方新闻特别联手华美银行 推出了全球财经焦点系列报道 并且继续由华美银行董事长 总裁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 带来专业分析 关心美中贸易战最新发展 美国总统川普白宫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 不只肯定两国目标都是要达成新贸易协议 更重要的是 会面还让外界过去错误传言的 关税大战谬论 结果不攻自破 因此华美银行董事长总裁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 对于美中贸易谈判后续依旧乐观 3月1号我觉得还讲不完了 这个就是希望其他的地方讲得很好 那么大家是说 好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项目还继续的谈 这个我觉得大部分有很大的机会 他们会继续的讨论这方面的 怎么样未来怎么样合作 怎么样应付怎么样发展 而回顾美中贸易战 从2018年3月22日 川普签署备忘录并宣布 要惩罚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 并且对中国进口商品 课征高关税开始 一路上对立与冲突不断 为何美国态度如此强硬 但反观中国 则政风陆续喊出 中国制造与一带一路等新政策 因此画面银行董事长总裁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地认为 这可能出自于美国官方对于中国崛起的美丽错误 你可以说是误会 有可是可以说是太紧张 不过美国就觉得 在美国的立场 他们说 哇 这样下去还得了 我们是传世代的强霸 这样如果中国2025 可以达到在AI方面 这么的最高的顶位 然后在5G方面 也做到最高顶位的话 我们美国还可以说是大大哥吗 不只探究源头 再一次肯定中国崛起事实 分析美中贸易谈判内容 当中几个关键竟然也有利中国 例如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 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曾说过 金融服务业属于竞争性服务 透过开放性的金融市场 才能造就出财务杠杆稳健 不良贷款基地的优质金融机构 因此这不只是中国当今 力拼经济转型升级的道路上 必然会遭遇的阻碍 而且依旧是贯彻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所指示 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必须要走的路 不是很强的保险公司 当然是会有很大的不良的影响 不过对消费者方面是个好事 因为突然间国内的一些民众 他们就是消费者的话 他是突然间就多一点选择的机会了 买股票是这样 以前只可以买A股 突然间以后如果可以也买美国的股票的话 突然间他们选择的机会有比较多 所以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发展是好的 而更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其中一项关键事实 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1月底刚刚公布完成标普信用评级 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备案 不只说明标普已经获准进入中国市场 且未来将展开债券评级业务 这些都可以证明 中国正逐步稳健地为开放金融市场 做足基础工作 而被外界错误传言的 美中贸易战只会僵持与对立 因此华美银行董事长总裁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 也对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 与中国未来晋升成为国际级的金融中心之一 相当有信心 中国是有很多国家在 就是国家方面可以攻击很多地方 所以我觉得当然 可不可以达到那个6.5的目标了 6.5%的那个GTV growth的目标可能不行了 可能6%也达不到 不过主要是如果一直在改革进行 对未来5年10年会有增长的话 我觉得国家还是会走那个大条线 不只中国需要走出来 反观美国民间 总统川普避而不谈的 那就是确实有不少美国企业表达出 需要中国的声音 以美国高科技业细股为例 许多创投基金都认为 美国企业要发展 绝对不能缺少中国创投资金 在确谷有很多投行 他们投行其中一方面的战略 就是未来 这个项目可能中国会有兴趣来买 突然间就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投资的 我们说是那个exit strategy 就可能未来这方面就小了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硅谷的一些投行 跟很多高科技的那些行业 一定也会到华盛顿去投诉的 且在各国目标都是希望迈入工业4.0 也就是透过建构出一个 有感知意识的新型智能工业 来善用电脑预测 将现有资源及时精准调度 并且减少多余成本浪费的生产 美国民间制造业同样 对于美中合作共创双赢 存在高度需求 美国现在很多不同的州 还是很欢迎中国的投资 他们是 美国人其实最喜欢中国人来买房地产 把那个房地产价值再提高 他们也希望中国来投一些 就是食品 还有制造业的方面 有一些医疗方面 他们都希望中国多来花点钱在美国来投资 强调美中贸易谈判将从双方各退一步开始 展开一场具备理性 且愿意协商的过程 画面银行董事长总裁兼最高执行长吴建民表示 画面银行早就准备好了 不只深入大中华区 具备多种产业的专业知识 且肩负中西方之间重要经贸桥梁的使命 将更责无庞贷地力助中西方企业 加深认知 紧密合作 东西文理事长阿易鸿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